全球当铺总经理潘冠玉和市民代表谢豪杰来到了静风生活园区 捐赠了100包白米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威嘉杰代表接受演示证感谢状 潘冠玉表示说疫情期间有很多民众生活幸困 因此希望借由捐米的举动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企业社团或者是个人一起来关怀社会弱势 100包来自三甲办致民所的优质白米送到了静风生活园区 市长威嘉杰特别向市民代表谢豪杰 还有全球当铺总经理潘冠玉表达感谢致意 特别谢谢谢豪杰代表 然后我们全球当铺的我们潘总 还有三甲办致民厂的周董市长 那在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之后 我们潘总经理特别买了一些米来捐给食物银行 那也谢谢我们三甲办致民厂的一个周董 特别情意相挺用很便宜的价钱 来让这些米可以让更多的爱心 能够注入到食物银行 那我相信这些米真的是 我们未来会用在道口上 会给需要帮助的弱势 还有一些机关团体 有充足的资源来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家庭 这些米是来自花莲副里的优质有机米 全球当铺总经理潘冠玉希望可以帮助在地青农 又能够帮助弱势民众 一直以来花莲地区都有弱势团体及边缘户后 那在有一次与魏家前卫市长的谈吐当中 有聊到说 市府团队正在筹备食物银行 然后刚好还有中有一个三甲办致民厂的 周绍翔周董市长 然后透过谢豪杰谢代表的引荐底下 那能够表达我内心中想要帮助这些人的想法 然后希望能够借此活动化妆影域 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关心到食物银行 让食物银行发展观大 这一场捐赠活动是透过市民代表谢豪杰引荐 谢豪杰他也很高兴 有这么多朋友热情响应公益 其实很谢谢这些不管是机关团体 还是民间的好朋友 那每个朋友都很愿意的情意相挺 那看到花莲市有 不管是新捷队的也好 还是花莲市的大大小小的各个角落 有需要帮助 他们都义不容辞的情意相挺 然后在第一时间 愿意提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在第一时间 愿意拿出自己的最诚挚 然后自己的金钱来帮助花莲市所有的好朋友 那豪杰也特别感谢 而且这些民间的好朋友跟企业家 真的很谢谢他们 在第一时间都会义不容辞的就是跳出来 那我相信在未来美好的日子 我相信大家都是深爱着花莲 那一起看好花莲 这一批百米将放置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弱势民众可以前来领取 而市长威嘉賢也欢迎更多企业社团和个人 在有余力之际可以慷慨解囊 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朋友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